看 这是我新发明的脑电波感应仪 脑电波感应仪 带上它 就能知道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忙得很 没空替你瞎扯 这是真的 不信 我演示给你看 东瓜 你在纸上随便写点什么 不要让我知道 嗯 我知道了 你要减肥 没错 哇 东瓜就是你的托吧 它一定是事先就告诉你写了什么 不信 你来试试 好啊 这 说出来没关系吗 你 你不可能知道的 你说吧 一只小猪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没想到你的话不这么幼稚 它是怎么猜到的 我怎么知道 郭富兰 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发明是真的了吧 小猪 小猪 他只能骗骗幼儿人的小孩 火大了 我画小猪怎么啦 嗯 你觉得司马晴空真的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吗 怎么可能 我一定要知道他到底耍了什么花招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 专门靠耍花招骗人赚钱 所以什么花招都讨不过他们的眼睛 只要我能获得他们的技能 不行不行 难道你想做骗子吗 这个我喜欢 阿小龙 放心 他们骗人的花招不但不犯法 还很受欢迎呢 骗人还会受欢迎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这就把他请出来 公孙兰小姐 您有什么要求 快告诉我 司马晴空是怎么知道我画的小猪的 嗯 我知道了 你再画一遍 看好了 嗯 信封怎么变透明了 只要把酒精涂在纸上 纸就会变得透明 酒精挥发了以后 纸又会变成不透明的状态 原来这么简单 知道了谜底 当然觉得简单 但是魔术师要利用物理 化学 心理学等等原理 通过道具和手法 让观众看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就是魔术师的伟大之处 哼 我才不觉得司马晴空有这么伟大呢 哎 怎么样 哈哈大师 让他见识一下真正的魔术吧 哎 哎 我要 我也要变魔术啊 哦 哦 我知道了 你想要个吸尘器 太厉害了 我有一个更厉害的发明 想不想见识一下 哼 有什么发明比脑电波感应仪更厉害 空间传送机 哦 这就是我发明的空间传送机 从上海到北京 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 哇 哼 说得像真的一样 接下来 我就给你们演示一下 哈哈 哈小龙 刚才 我在这个柜子上 设置了量子纠缠的收发功能 接下来 另一个柜子也要设置一下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哦 噔噔 哈哈 哦 太厉害了 怎么可能 连科学家都没发明出来的空间传送机 你一个小学生就能发明出来 那你的脑电波感应仪 不也是科学家还没发明出来的吗 那个是假的 你 你怎么说出来了 哦 假的 我早就知道是假的了 雕虫小技 原来是用酒精啊 你 你等着 我 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 来来 这个空间传送机 是真的吗 这个 也是魔术 刚才 兰兰对你们解说的时候 原来是这样 老大 老大 别生气 凭你的才华 怎么可能输给那个小丫头呢 就是 我 我一定要整个更厉害的 你过来 老大 这个厉害 嗯 就用这个来镇着他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公司兰 我发明了这个超导悬浮手套 怎么样 厉害吗 哇 给你手 我也学会了 这是虫洞宝盒 从里面可以拿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阿小龙 请把你的手伸进去 心里默念你的愿望 嗯 我吗 没问题 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好了 阿小龙的愿望实现了 嗯 哇 我最喜欢的玩具 嗯 冬瓜 你相信我吗 嗯 听见没有啊 嗯 当然老大 那你就 嗯 这是什么发明 这是我发明的量子空间分割器 我现在要用它把冬瓜分成两半 嗯 嗯 你又不要这么拼呢 老大 嗯 没事 怎么样 服不服气 笔发明 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哈小龙 过来 啊 怎么 还是我呀 大炮飞龙 这不是普通的大炮 这是我发明的原子粉碎机 嗯 来来 我 我还怕 别怕 保证没事 我 我不玩了 我要回家 啊 嗯 嗯 怎么样 服不服气 嗯 你等着 想跟我们哈哈大师斗 还差得远呢 可是 你们两个这种笔法 我们看得心惊胆战的 真的安全吗 是啊 下一个魔术 可 可不要再找我当道具了 先看看他们的招数再说吧 嗯 你有把握吗 放心 衣服上的锁是假的 一下子就能解开 嗯 只要他演出失败 那我就不用再给兰兰当道具了 嗯 嗯 你干嘛把自己绑在床上 我在十秒钟内就能轻松解开 你信不信 这次可是我亲自示范 你们难得有机会观摩的哟 嘿嘿 你一定会演杂的 为了让这个实验更刺激 实验开始后的十秒钟后 这个大铁球就会掉下来 什么 还有一个大铁球 这个实验会不会太危险了 你还是别做了吧 是啊 只要你承认我的魔术比你厉害 我可以不表演 我可不承认 哼 那你就等着瞧吧 冬瓜 开始吧 遵命 老大 十 九 八 七 怎么办 怎么办 四八千空 可要完蛋了 六 五 快停一下快停一下 索杯我 换我了 什么 快把杯子推开 推不动啊 还好是个啤酒 半条命都下掉了 四马 你没事吧 刚刚刚刚刚刚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 是我换了你的锁 哈小龙 我恨你 哈小龙 这种玩笑是随便开的吗 我 我想 只要你的魔术失败 兰兰就不会和你比下去了 我就不用再当道具了 兰兰 刚才我们只顾着跟司马晴空比赛 却把魔术师最重要的原则给忘了 魔术师的原则 要尊重其他的魔术师 不能随便公开魔术的秘密 更不能把魔术当作斗气的手段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魔术的真谛就是告诉人们 生命充满了惊奇和梦想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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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了 明天要考试了 你不是从来都不怕考试的吗 明天可是体育考试 每次都是我的悲劇 不只是悲劇 简直是惨劇 现在到了最后冲刺阶段 周翔遥遥领先 不军 冠军 周翔是冠军 我要是能跟运动员一样厉害就好了 你能变身运动员吗 可以是可以 可是考试的又不是我 你来做我的教练呢 有专业运动员的指导 聪明如本姑娘一定能通过体育考试的 那好吧 哈哈选手 出场 哈哈教练 请多指教 无论什么运动 事先的热身很重要 可以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 让身体和心理都进入运动状态 兰兰 你先跟着我做热身运动 好 好痛啊 空手跳绳 提高心率 跳 跳不动了 光是热身运动就累得够呛 你平时也运动得太少了 好了 趁我还有点体力 赶快教我怎么扔实行球吧 双脚前后开立 把球举到头的后上方 身体向后弯成封形 双脚蹬地 把球朝四十五度方向扔出去 看我的 你朝前面扔 别朝我扔啊 别朝我 别朝我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小心 差点 差点连我也悲剧了 事情就太危险了 要不你先教我立定跳远吧 先是两手向前摆起 然后两手尽量往后摆 身体下蹲 最后两脚用力蹬地 向前上方跳起 落地时一定要收复身腿 没收复 身腿早了 立定跳远的技巧太难了 要不你先教我最简单的 跑步 跑步时的呼吸很重要 常跑的时候 要用鼻子吸气 嘴巴 鼓气 气 气不够了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呼吸的频率可以是两步一吸 两步一呼 人呢 兰兰 我明白了 要想通过体育考试 只有靠平时的锻炼 你想要临时抱佛脚 就算是找来了卑仁伯尔特教你 也没用 要是我的智力能转化成体力就好了 有了 把你的运动员宝石借我用一下好吗 你要用它做什么 一块你就知道了 谁呀 跑这么快 来了 是你吗 你怎么 跑得这么快是吧 看 运动员宝石 我用运动员宝石 装了这件运动服 运动服里的特殊纤维 能够刺激我的肌肉和神经 我就和运动员一样厉害了 这就是我的冠军战衣 可是 你穿着冠军战衣去考试 这不是作弊吗 可是 明天就要考试了 你也看到了 我靠冠军战衣 我一定不及格的 这个吗 就让我用一次吧 只要明天通过了体育考试 我保证 以后一定天天锻炼身体 拉钩保证 好吧 就用一次 十一米五 下一个 公孙兰 夺远点 小心它扔歪了 公孙兰 姿势要标准 五 十二米 楠楠你太厉害了 比男生都扔得远 小意思 下一个公孙兰 上次摔跤没拍到 这一次可不能错过了 两米五 你是青蛙变的吗 预备 等一下 老师 我可不可以跟男生一起跑 为什么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那好吧 预备 好 蓝蓝跑这么快 傻瓜 一开始冲这么快 到后面就没体力了 我 我 我不行了 加油 还有两圈 我已经是最后一圈了 要不要先去帮你们买瓶水啊 居然 居然被操圈了 蓝蓝你太棒了 居然你来上海了 你怎么一下子进步这么快 快教教我 也没有什么捷径 只有平时多练习 蓝蓝 下周的全市小学生运动会 有没有兴趣参加 运动会 不行吗 当然行 凭你刚才的发挥 稳拿冠军 对啊 是啊 可是 可是 我只是今天发挥超长而已 下一次就说不定了 不 看你今天的表现 你还有更大的潜力 蓝蓝 你这是为了学校的荣誉而战 不论胜败 都是我们的骄傲 是啊蓝蓝 是啊蓝蓝 拿出你在科学上的精神来 是啊蓝蓝蓝蓝蓝加油 蓝蓝蓝加油 怎么办 就这么办蓝蓝 这是成为冠军的大好机会 不行蓝蓝 不能为了满足虚荣心弄虚作假 嗯 我 我知道 可是 做冠军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一想到司马他们都羡慕我 我就很得意 不行 你在作弊 这有什么呀 别人又不知道 蓝蓝 你答应就一次的 不能说话不算数 我 要是让其他同学知道了 他们会笑话我的 而且 考试作弊要受处分的 可是 你要是穿着冠军战衣去参加比赛 对那些每天勤奋练习的运动员来说 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这 蓝蓝 对于运动员来说 比拿冠军更重要的 是公平竞争的运动员精神啊 哈哈 我知道了 谢谢你提醒了我 明天我就去向老师认错 承认错误需要更大的勇气 为你的勇气点赞 嗯 我的冠军战衣呢 蓝蓝蓝 你快来看 这是冠军战衣的布头 谁干的 啊 哈小龙选手 闪亮登场 我的冠军战衣 我穿 是不是很合适呀 哈哈哈哈 快还给我 我要拿去跟体育老师认错的 穿上这件衣服 哦 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才不还给你 哈小龙 哈小龙 你抓不到我 来来 我们从两边包围它 你们来抓我呀 你快给我下来 尝尝我的S球吧 简直是火箭炮啊 哈哈快想想办法 我完全没办法呀 好痛 不不好了 救命啊 谢谢你们救了我 我浑身好痛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冠军战衣 对你的肌肉和神经 刺激过度了 啊 就像运动员使用兴奋剂 会伤害身体一样 看来只有勤学苦练 才是唯一途径 其他的捷径 都违背了运动员精神 要是我在运动会上 真穿了这件战衣 肯定会跟现在的哈小龙一样 那才真的丢人呢 我这就去向老师认错 这次我要凭自己的力量 通过体育考试 通过体育考试